刚好想问您一下 您还记得您第一次 出国执行维和任务是在哪吗 是在刚果金 那是什么时候 是在2008年的5月到2009年的6月 一年的时间 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 今天我们也有一位 特殊的场外的青年代表 要带您故地重游一下 来 我们连线一下 谢谢 当年您曾经战斗过的 刚果金维和部队的 现在名的战友 邓亮 邓亮 你好 我是中国第25批 部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指挥长 你刚好为我们的何教官 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的地方 何老师 你看我身后这个地方 你还熟悉吗 非常激动 我看出来了 为和平而来 这是中国半岛 位于美丽的机舞伙伴 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叫中国半岛 中国半岛 当地人把它叫中国半岛 因为我们的中国公民分队 一直驻扎在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难得的连线的机会 你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问曾经在你此刻所站立的地方 战斗和工作过的何教官 自从2009年 何教官从刚果金返回国内后 我们这个中国半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让我先带你看看我们新的营区 好 感谢 感谢 我想 你印象最深的 应当就是这道路两旁 这包含特殊意义的石雕了 从2003年开始 每一批的维和官兵 都会雕刻自己的石雕 从开始的零星几块 到现在摆满了路的两边 每一块石雕都有它特殊的意义 比如这一块石雕 这是2007年 我们的维和官兵 为了纪念世界和平日而雕刻的 在石雕的左侧 有大大的和平两个字 我们来到刚果金 就是为了和平而来 守护和平 维护和平 就是我们维和官兵的使命和责任 谢谢一批又一批维和军人的付出 这块风华百年的时刻 就是今年建党100周年 我们维和官兵雕刻的 这应该是最新的一块 是的 在这里停放着各类装备 包括指挥车 推土机 挖掘机 装载机 等主要装备 这是我们工兵分队 税行 工程侦查 道路修筑 桥梁架设 和执行人造主义救援的主要依托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是的 所以这些设备装备 真的对于工兵部队来讲 那真是生命之依托 再往前走 就到了我们的主要活动区 在篮球场的前侧 可以看到 祖国在我心中 文化活动广场 身在万里之外的 非洲大地 每当看见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官兵们都非常的自豪与骄傲 祖国就在心中 何教官 我们这批维和部队 十月初刚刚完成龙患部署 来到刚果金 这美丽的激武湖畔 如果你再次来到这里 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穿越时空 故地重游 十二年的时间 这个营地变化很大 我最想做的是 到每一个我曾经去过的工地 再看一遍 那个时候 我是司令部的工兵处长 不光是中国的工兵分队 尼泊尔的工兵分队 包括印尼 南非 乌拉圭的工兵分队 他们的工地我都去过 我想看一看 十二年后 这些工地 对当地的和平 对当地的发展 所做的贡献 这是我非常想做的事情 这个实现起来也不难 这也是我的维和情节 谢谢 谢谢 也祝愿我们在那儿的 维和部队的战士们 能够在那边工作顺利 平安 健康 等着你们回来 维和任务 感谢主持人 感谢何教官 我们甘果金 维和部队全体官兵 一定会牢记重托 不如使命 维护和平 为国争光 向祖国和人民 交出满意的答卷 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